哈囉大家好我是B.A.Y.阿貝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每次我們都拿著這個超級OP的指紋石盾在路上跑 雖然說這個石盾是非常的OP沒有錯啦 不過它看起來好像真的就是有一點那麼的突兀耶是不是 意思就是雖然說這個盾它強歸強 但是看起來好像就沒有這麼帥 還有一種很笨重的感覺 那麼阿貝就在思考就在尋找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盾牌 就是它很實用之外它的外觀也特別的帥氣 那麼如果你知道的話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跟阿貝來做一個分享 那麼阿貝早一早發現了這個盾牌 有沒有看到超級帥的啦是不是 瞬間好像就加入了這個貴族的一個行列喔 那我們現在呢來把整套裝備給它穿起來 看整個感覺長什麼樣子 感覺整個就是變超級帥的啦真的真的 整個就變超吵了 來 死神套裝直接給它全部穿起來 然後呢我們再把我們昨天拿到這個貴族 貴族的槍拿出來 哇 嘩嘩嘩嘩嘩哦 哇 有沒有看到 哇這個遊戲的感覺 整個就提升到不同的一個檔次了耶 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把環帶走 行頭要有 那麼我們現在呢 馬上就來帶大家看一下我們穿這一套裝備打起來的感覺 嗚呼呼 哇 超帥的 欸 欸 恰恰 哇哈哈 好酷喔 太酷了啦 那麼 我們馬上呢 就來實測一下 看究竟啊 是不是只有阿貝覺得帥而已 我們就找羅德莉卡來實測一下 嗨 羅德莉卡 好啦 不開玩笑了啦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去帶大家獲得到這個盾牌 那麼 開局我們就可以獲得到了 我們必須要一路的往後面推 然後上到我們的亞潭高原 接著呢 來到王城的內部 王城內部這邊 從這裡往上走 繞上來之後 到盾式商人的破屋 那麼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花5000的儒恩 來跟這個商人購買到這個盾牌喔 沒想到這麼帥的盾牌 德莉全部費功夫啊 好 那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裡就可以買到了 來看一下他的介紹 最奢華裝飾的大盾 出身名門的指示們使用的武器 欸 怎麼會是武器啊 呵呵 然而盾面實在過大 據說因此招來了 膽小鬼的罵名 蛤? 這個如果會有膽小鬼的罵名 那我們拿指紋使盾應該要叫什麼啊 呵呵 懦夫救星 好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盾牌啊 他整體的這個防禦強度 你強化到24的時候是來到75 那麼再去搭配我們的大盾護符提升10的話 那麼整體來說這個防禦強度就可以來到85 那強化到滿的話就可以來到86 整體來說也算是非常的不錯了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影片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你有其他問題 或者有其他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留言 那麼不妨幫阿伯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伯最新資訊 然後我們就下季再見 掰掰 Zent會兒